有几位是有小孩的 然后他们的小孩都留在越南 感觉他小孩好像每一次打电话 都不太想要跟他聊天啊 可能他的小孩还小 还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不在他身边 嗨大家好 前一阵子我有收到一个企业的来信 他说想要邀请秋恒到他们公司 越南的员工们激励一下 讲讲话 很难得有一个公司这么重视 移工的福利 花时间花金钱 去照顾他们的心情 疫情之后然后生小孩 之后就比较少跟移工朋友接触 去听听看移工朋友 他们在台湾的心情跟故事 希望透过我的分享 他们可以更了解台湾 更融入台湾的生活 我们现在在高铁站等公司的同仁 来接我们去工厂里面 大家就跟着我一起去认识这些越南朋友吧 嗨你好 看一下这个牌子真的太有趣了 OK谢谢 邀约我们演讲的是 为在高雄的系统柜公司 聘用了越十名的越南员工 老板希望他们在公司 能够更有热情活力 也期待他们不论是和台湾或越南的同事 都能愉快相处 所以找我和他们聊聊 如果平常有什么不方便和老板说的心情 也借由这一次的聚会情述出来 我首先介绍自己就是移工的女儿 虽然来到台湾是留学生 但是也很能体会离乡赚钱养家的心情 很庆幸大家都能敞开心房 分享自己的故事 困难或许无法立即解决 但是这一次情述之后 大家都更了解了彼此 拉近了距离 心情也得到了述发 讲座的最后 我们一起玩认识台湾的抢达游戏 许多有名的景点与美食 很多人不曾听说 公司也开始思考 要安排相关的旅游与体验 希望让越南员工们更认识台湾 OK 来 我们学一家台湾人的拍照品 是新冠甜不甜 这个是椰子汤啦 有点绵牙很绵牙吗 啊这个 hacer 我们关 Maar喜欢比较好 它是冰芒果 然后里面有盐巴辣椒 哦哦~~~ 真的很好吃耶 生气的气面 谢谢你们 謝謝 謝謝 繼續追蹤你們的東西 中時粉絲 謝謝 今天到高雄 然後認識了一些越南朋友 他們的主管 他們的老闆都很關心他們的 生活跟他們的心情 大部分大家的困難就是 還沒有學習好中文 然後還不太 在融入台灣的生活 我有鼓勵他們 學習中文 因為這個是最快速可以 讓他順利的 待在台灣的一個方式 有幾位是有小孩的 然後他們的小孩都留在 越南 感覺他小孩好像每一次打電話 都不太想要跟他聊天 可能他的小孩還小 還不知道為什麼爸爸不在他身邊 那我有鼓勵他說 他可以把他的那些心情寫下來 當他回越南的時候 可以交給他的小孩 讓他的小孩能夠理解說 為什麼爸爸要 離家到一個 很陌生的地方 然後去賺錢 一切都是為了想要 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況 為了讓小孩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或許有一天他小孩看到 他能夠理解 就像當初我看到 我媽媽寫的日記一樣 我可以從我媽媽寫的日記看到 他在台灣的工作 他想家的時候 想老公想小孩的時候 他怎麼辦 讓我更正惜理解 我小時候我媽媽沒有在我身邊 那段時間 像今天也有一個朋友分享說 他跟他的老公也都來到台灣工作 然後小孩就留在越南 給爺爺奶奶帶 當媽媽之後 我才感受到 離開自己的小孩 是一個很難的決定 沒有看到我小孩一天 我就已經很想他了 對那些移工朋友來說 這一段不是很短的時間 他們小孩還小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在身邊陪伴他們 他們的犧牲真的很偉大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自己的分享 可以帶來給他們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角度 然後剛剛結束的時候 也有幾位朋友說 他想要學寫國字 他想要繼續清修中文 他也想要開始 把他在公司學習的技能 變成一個長遠的目標 太棒了 希望大家在台灣 可以有一個美好的感受 公司的同仁還有主管聊 然後他們說 感覺他們也想要去學一點越南語 這我覺得太棒了 我覺得如果台灣的主管 有學會一點越南語的話 他不僅是一個可以拿來 順利溝通的一個工具 相信他們會感受到你的用心 然後這件事情 也對整個團隊的相信力 一定會更好